电砖箱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工小米 今天在实体店装了一套拮据 今天拍个落地棍吧 最近很少拍玉石柜 商家真的是脚帆都不拿呀 直接上俩对丝 直接对 你想去吧 你平 细细的平 像我们安装这种落地棍 其实都不用打固定螺丝的 直接放到地上就可以了 像它这个卫星间有出水的坡度 左边要比右边高一公分 所以右边的话要调节 它这个柜腿没有调节的螺丝 所以就地取材了 就这个堵水管的堵头拆掉 反正它也没用了 就给它用这个切两个垫片 根据柜体要取的高度 要多高切多高 然后再这个柜腿和垫片直接打点玻璃胶 让它粘住点 现在就调平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台盘的水龙头给它装上 水龙头最好是天前装 如果装好柜子再装水龙头 就有点费劲了 像它这个水管有点短 然后要做一个家常 安装下水器的时候呢 这个胶垫的上下 我们最好打点玻璃胶 这样的话防止漏水 下半部分就装完了 现在我们研究这个进柜 像我们装这种进柜比较重的 一定要把这个柜门给它拆掉 这个镜子拆掉 因为拆掉以后 我们安装的话比较省力 现在这个电线 进前灯的线 和这个进柜有一点冲突啊 这个进柜旁边这个小柜子 小柜子后面是有背板 刚好这个背板都压到线上了 因为这个线的厚度也有三毫米吧 进柜装出来的话 就填不到墙了 和墙填不平 这个就是我们在安装现场 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像这个也得给它做一个处理 要不然的话 这样装出来 后期就不美观了 这边这个粪心最起码有半过分 太巧了 现在就是跟业主商量一个对策 把这个柜子的背板给它开一个槽 刚好把线压到槽里边 这样的话柜体就可以和墙贴平了 装出来的效果就完美了 业主大哥他也是一个干工地的 这人比较爽快 他说你自己看吧 不行的话就那样装吧 那边有缝隙的话 最后打点玻璃胶 但是我想了一下 这种十亩的柜子 如果螺丝拿得太紧的话 后期时间长的话 这个柜子会开裂 因为它吊着镜 它又容易开裂 我想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 哪怕费点时间 把这个背面给它开个三毫米深的槽 把线压进去 因为这个背板也够厚 最起码有一公分半的厚度 不影响它的柜体 这样做出来的话 这个效果会好一点 整体比较美观 然后右边和墙也可以贴得比较紧密 这个就是把线压进去 以后的一个效果 我的这个锡盘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干去活儿里可以帮大忙 完全可以拖住一个柜子 现在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样是不是很完美 这个我就像有一种强迫症一样 这个活儿干不好的话 我总感觉哪里乖乖的不合适 有时候不关业主的事 我自己就要把它弄好 要不然我觉得都 干完了都有遗憾 这个客户家一共装了一套浴室柜 一个马桶 一个花杀 还有两个五金挂件 也就装了有两个多小时吧 这个柜子搞的时间长一点 这个线引到这个金柜后面 它后期可以装灯或者不装灯都可以 这个颜色也是 今年感觉特别流行的一款 很多人都买这个颜色的柜子 我们固定台盘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台盘的后边 打击拖玻璃胶 这个玻璃胶干了以后 这个盘就可以站得非常牢固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观看米师傅后期更多精彩视频 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